日前 一名中國留學生在澳大利亞悉尼 通過自助通道入境 但在提取行李後被邊境執法人員攔截盤問 邊境官員在其手機中發現軍訓照片 所以以隱瞞軍事訓練經歷為由 當場取消了該留學生的簽證 而在大約一個月前 也曾有大陸留學生在悉尼入境時遭到盤查 並同樣被以隱瞞軍訓經歷為由遣返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在3月29日的記者會上表示 中共當局已向澳洲方面提出交涉 有專家指出 近期中澳關係緊張 以及不斷有中共特務滲透澳洲的事實被揭露 是導致此類遣返的背景原因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